我也曾經講過說 君子絕交不出二聲嘛 就不用去管他了 沒關係 但是他旁邊的人 還是一些國民黨員的 一些政壇的前輩 包括曾經當過台東縣長的 黃建廷 也當過立法委員 然後還有這些 包括這個王金平啊 這些人 我都覺得莫名其妙的 到現在還可以跟親民黨 眉來眼去的 想要去借門票 然後這一箱又開始放話說 他不會輻選的這個韓國瑜 沒有關係 我認為說黃建廷 如果你念在曾經國民黨提名 你當過了兩任的台東縣長 問政的這個表現 還有這個執政的表現 他當過立委都不會太渣 然後甚至在這個 天下遠見雜誌的這個評比啊 也都名列前茅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包括在立法委員 都曾經跟國民黨 一起這樣的一個成長 那為什麼回過頭來 就算郭台銘跟你有失交好了 你曾經是本來要當 郭台銘的副手人選 然後什麼參選聲明 這幾年都曝光了 就算如此好了 有必要在這個初選結束之後 連郭台銘 他也因為整個大局或怎麼樣 他個人的因素 反正就不選了 還在那邊人家把人家吃明 你連旁邊話羞 他就是典型那一種 很燙很羞啊 然後就開始罵 一直不斷的 一直罵一直罵 一直罵 他就是屬於那種人 所以我真的是看不懂說 這是難道出 是我曾經在立法院採訪過的 黃建廷前委員嗎 前台東縣縣長嗎 曾經把這個國民黨的什麼忠貞 全部都掛在嘴邊嗎 如今又這樣子 直接砲打韓國瑜 不會服選韓國瑜 不會服選就不會服選啊 你拿出來講是要表示什麼 你跟郭台銘就是鐵了心 不會這個去幫韓國瑜 然後讓你們韓國瑜自生自滅 韓粉大家自生自滅 大家解散是不是 這樣子對你曾經待的國民黨 有什麼好處呢 我不懂 你看看人家民進黨 輸了就輸了 敗選了就敗選了 就像韓國瑜講的 很快的就像一個妖怪X戰警一樣 馬上遇合能力操獎 他們就算嬌在心裡面 比如說我跟他 莊子夫都是民進黨的 我對他不爽 但是我們兩個人 不會公開台面上 這樣子互槍或怎麼樣 講話容許有一些酸 也不會這樣子互接 對方的窗疤或是怎樣 就斬釘結結結 講得很解決 我就 我不會幫莊子夫 我不會理他 民進黨從來不會這樣 這是國民黨要值得警惕的 為什麼國民黨 國民黨的人老是這樣 這個就很明顯的例子 黃建廷不是嗎 王金平不是嗎 那這些人 如果你那麼喜歡罵國民黨 那麼喜歡撐國民黨 請你們離開好了吧 你何必拿自己的 投資的血 去亂你的心啊 不要臉 你還當過縣長 你還當過立法委員 你還當立法院長 可不可恥 你怎麼教你的小孩 教你的晚輩 教你的後輩 我以採訪過你們為可恥 我覺得你們這些國民黨人 比民進黨更可惡 吃裡扒歪的傢伙 為什麼一定要弄到這樣呢 讓人家憤怒嘛 輕鬆仇怪你們很爽嗎 所以我就覺得 黃建廷 王金平 不闖離開國民黨嘛 滾 走遠一點嘛 不闖韓國瑜就滾啊 講這個廢話幹嘛 趁知名度 我覺得有必要在這邊 讓這一些人 一再的醜陋的面目 出現在鏡頭前嗎 想想那些台東縣的這個民眾 過去多少黨員支持他 想想高雄的過去民眾 多少黨員支持黃金平 弄得這樣子 大家的心多碎啊 不是玻璃心哦 是被你們踩在地上 這些人的尊嚴 就跟你們不要自己的尊嚴一樣 非常可惡